同样是影谈焦点 每年金马奖入文名单揭晓的时候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今年谁来角株影帝影后 不过日前呢 在金马入围的记者会上 评审也坦言 今年的男出角奖竞争之激烈 堪称死亡之组 但也因此有不少遗珠之憾 其中影帝刘德华 就是这一次最亮眼的遗珠 他真的不是个一般人 大陆演员邓超在烈日灼星 整线内敛演技 你知道我好想要出国吗 你不知道 你有想过吗 因为你一直这样 你一直这样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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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台湾新演员李鸿琪 最深望死李的自然演出 惊艳金马评审入围影帝 金马最佳男主角 两岸三地男演员来世汹汹 只能选五位入围 对评审来说 還真是不夠 男主角真的是那個 那個人真的是殺戮戰場 劉德華 解救吳先生 差異票 差一點點 您這車涉嫌一起交通造勢逃逸的 請教你配合一下 是這樣 你這車我們跟了好幾天了 把他抬頭 你們不是警察 改編自吳若骨綁票案的 真實案件 劉德華就演一個大明星 雨場戲是王切仁跟劉德華他倆對峙 情緒還不夠 他突然提出來 可以拿電線勒他 對 這個就可以用力了 滿臉痛苦 血管清筋都出來了 演的過程是真的滿過癮 到底 你會讓觀眾覺得 你是在演劉德華 還是在演吳先生 因為他還是有一些 你講話你會覺得 好像是劉德華在講話 他在演藝角色還是在演自己 這是會令 有時候挑戰評審 或者是觀眾 你的一個怎麼樣去認同 跟看待這件事情 劉德華以一票之差 疊出五人名單 和他一起標戲的王千元 上一次挑戰金螞蟻地不成 這一回以解救吳先生 再戰藍配角獎 對 其實王千元他的表現 是很吸睛的 多人眼球的 但劉德華他在裡面 你要想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內部的 是有王千元的 跟他這個同場的標戲 外部他在這家男主角的項目 還有其他的這些很強勁的 跟強勢的這些競爭對手 可能吳先生他就是一個 真實的故事的一個題材 但不見得導演會量身定做 為了讓華神 華哥拿到獎項 成了本屆金馬最亮眼的遺珠 不過劉德華早在11年前 就拿過金馬沒有遺憾 買了一個口罩 我現在要把這個口罩戴上 我知道大家給我頒獎的獎項的時候 會壓力蠻大的 因為要大家認為我會演戲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 但是 但是以後我的演出 不會讓你們難看 謝謝 恭喜劉德華 過了那一次之後 反而我覺得什麼壓力都沒了 往後的日子要不要 要不要再拿也不是我的責任 我已經 我已經盡了我那一次的責任 不管你來一次 你來一百次 你都告訴人家 我是起碼影帝 這樣 很簡單 梁超偉在同期的 都無限 對不對 無限時期一起的 梁超偉已經早就是影帝了 他的這個表現 早就已經被大家所認同了 你說華 華神能夠 心中 不希望能夠也能夠得到獎項 我們的萬人民 吳建造 對 劉德華 和梁超偉相擁畫面成為經典 劉德華在金馬獎肯定後 終於也從偶像派轉型成演技派 而且第四十八屆 以桃姐再拿一座影帝 兒子搬給媽媽了 真的拿我已經覺得 嗯 好了 這一次已經放心了 李安也跟我說 我說什麼時候找我拍戲 她也說了一句 等你拿了金馬獎再說唄 我說好 她當然能夠希望能夠在實力上面 演技上面獲得一個肯定 可是她過去的偶像風采實在太迷人 換言之偶像包袱也是幫助了她 也讓她在追逐獎項上面更加的辛苦 五月天團圓石頭挑大樑演出男主角 從一男一女的角度描述愛人離去後 一個人的旅程 我沒有想要這樣 但是你想要怎麼樣 甚至就連做夢都會夢到情節 然後還會夢到一些不存在的劇情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我還是帶著玉瑋的某部分的靈魂 然後回到家裡 我的兩位演員 就是林佳欣跟石頭 因為他們都非常非常投入 在這個故事裡面 是欣騰這些 這兩位演員的 他們把自己丟進去 然後丟得這麼深 幾場戲的表現出乎導演意料 石頭演技讓團員和觀眾 看到不一樣的吉他手 同樣成為遺珠的還有他們 好像演員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一樣 也是女主角入圍 男主角鯊魚而歸 張震在念影娘一展帝王的 瀟灑與霸氣 這回沒入圍 反倒大方勉勵自己再接再厲 我叫劉德華 上我了不起 最好死 王大陸在評審團中 也受到高度討論 卻沒能跟宋瑜化一起入圍 金城武 莊凱勳 也都和影帝擦身而過 只能說來到死亡之組 要順利闖過金馬關 難度倍增 沒事